再来看的是新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今天提出了新著名证件 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还出面背书 而一整天宋楚瑜是在新北市见了不少国民党籍的地方人士 他说他在痴痴的等国庆整合 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回应 不到最后不会放弃泛滥整合 替长辈递上点心 脚蛋糕还是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亲手做的 来到新北市关心新著名 宋楚瑜更提未来要修法 让新著名与台湾同胞没有差别 宋楚瑜一整天的行程都在新北市 陪在一旁的也都是国民党员 除了现任立委卢嘉诚 与朱立伦岳父高宇仁关系良好的 前省议会议长刘炳伟也热情接待 冲着朱立伦而来你怎么看 这是您的讲法 我可以诸位讲 他说刘议长跟他们很好 刘议长跟我更好 任何一位他讲拜访的人 我想应该到周围欢迎 这么好的朋友 哪有说为了选举就说你不要来了 不可能 不管宋楚瑜走到哪 基层接不接待都相当尴尬 更何况蓝营分裂胜算低 蓝局整合成为大家新生 谁现在能够代表国民党 好像没有人知道 谁能够代表国民党来做跟我们来整合 我到现在为止 一直对不对 在在吃吃在等 吃吃在等 团结一致 那包括国民党内的团结 泛蓝的团结 当然不到最后关头 我们绝不放弃 整合没具体进度 宋楚瑜越往北走 越是要抢蓝营票员 双方有没有机会整合 看来难度还是很高 一人TV吴辰翰 汉徐宇威 黄韵辰 新北市报道